這個小車在市區就很方便對不對 對啊 鑽來鑽去 對 差很多喔 這個非常的有感 它有緩解嗎 有 它緩解我有設一個快捷鍵 反應有時候有點慢喔 我在微小控制的時候其實是很棒很好用 我們看它的自動跟車 像現在這個車流量非常大 對對對 它有效的可以降低駕駛負擔 它是跟線嗎 對 它是跟線 那你看好像這個離很近 其實你就會怕怕的 屁股凸出來 它不像特斯拉會稍微 對 這一集除了分享 MG4 X-Power 車主最真實的使用體驗 實際上路實測 除了了解各項功能 以及空間表現外 116公分 還要分享隱藏版的露營模式 我們要把冷氣開到最低溫 超涼好不好 到底結果如何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去度假吧 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關注FB粉絲頁 可以獲得最新訊息喔 現在我們的電是 我看一下 51% 51% 我們看充到80%有多久 7S-1 對 我已經有設定那個即插即用 它就是純手動的 便宜至百變 4個月內 對 4個月內 中電都不用錢 可以120幾 120Ck瓦 對 我們 我之前在試了 大概最快就140 它可以直接拉對不對 對 假設我把它拉到 80就好 80就好 你看 把它估一下 看它估一下 46分 31分 15分鐘 這樣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比較不方便一點是 我開電動車的習慣 很多觸碰等等 他們都要觸碰 但是通常它是會去整合成那個 就是上滾輪或等等的 那這台車 當你在Apple CarPlay的時候 就會犯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在這裡對不對 對 我今天覺得冷氣有點熱 對 要調的話 好 要調的話怎麼辦 完全沒有實體按鈕 對 沒有 哇 當然它上面的這個有沒有 對對對 要等下滑下來 下去 可是好像沒有很靈敏 不行了 為什麼不能滑下去 因為要在首頁滑才可以 它有沒有OTA 自動線上更新 沒有 沒有OTA 目前沒有 未來我不知道 目前就是當作沒有在賣 其實反應還好啦 OK 只是畫面沒有很大 好來 抱怨的地方開始 它有個大問題 就是它的這個MG拍了 我們進去的時候 它有個智慧超速警報 這個上車一定先把它關掉 不關 它待會開 它在路上超速就是一直 當當當 然後我們台灣的高速公路限速 一旁正常開個105G 對 所以它就一直 當當當 要整路警告 對對對 我們開電車習慣很喜歡這單大網的模式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它上面 可能當它把模式再切個模式 或一些因素下 它就會把它自動切掉 哦 你切成不同的Sport模式之類的 對 它單大網就取消了 對對對 它的系統跟車子的電控整合 我覺得 的不穩來自於 它的系統邏輯是有問題的 對 螢幕小沒有關係 但你的內容要有深度 對啦 對 至少它是繁體中文字 對對對 這一點就是 至少還可以 蠻友善的 它的環境的畫質就是粗糙 但是有 但是有 看得懂 我覺得比保時捷的還好 你保時捷的超廣角 所以你很難判斷那個空間位置 你看我的車頭已經快撞到前面那台車了對不對 對 然後你在看我的這個畫面 其實它在我在微小控制的時候其實是很棒很好用的 然後它的Apple CarPlay 這個要complain一下 它下面有兩個孔 一個是Type A的孔 一個是Type C的孔 我用Type C的孔去接iPhone 結果一直發現就是說 不但不能充電 而且也不能有CarPlay 它不是無線的 對它不是 第一個它已經 我早知道它不是無線的了 就是它比較陽春一點 但沒想到是連Type C都不能CarPlay 這個是我前所未見 好那沒關係 這就忍了 它要插 那個Type A的那個 對一樣Type A的一個才可以 對 然後看上去之後 可以用很開心了 螢幕大小也都還OK 就小但看得懂就好 但是你看它很多東西的切換 例如說我現在要打方向燈 假如我打右邊 那它會切回車機 再變環境 你看這是有時間性的 有沒有 大概一秒鐘 對那我現在要CarPlay 我要看導航 然後我現在要打方向燈 那我要去哪裡 對 這很尷尬 這很尷尬 對 所以它應該是可以在裡面設定 把這個功能給 可以打方向燈切到那個環境的功能給取消 車廠在做盲點偵測的時候 它就只是後面一個感應器 然後去偵測有沒有人走進這個車道線 然後去做判斷 它不是真正的AI 那那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它會不會針對你車子的大小 真的去把感應器調到 依照你的車子大小很難講 所以像這個明明是小車 可是在盲點很早很早就亮了 太早亮了 對 那你誤判 對我會誤判 那我們有時候開車總是說怕影響到別人嘛 其實我已經拉很遠別人要讓我 你不敢進去 對 因為盲點就亮著 像這個時速到零 它都還能自動跟車就對了 對可以 車道自動也沒問題 而且它還蠻厲害是可以跟很近 對好我們來試試看 車道自動功能加上自動跟車 現在我們把它打開了 那這個這邊就先設定速度吧 你看 你看 現在是 全部它開的情況下 速度在20以下 這個開起來超累 我來講一下它的輔助駕駛 它的輔助駕駛是過不了大彎的 對 你看這個虎口交流到這個 這個 你只要讓輔助駕駛過去 你應該會上新聞 哈哈哈哈 來放聲 不過我後來有跟幾個朋友聊到放聲這個問題 他說大部分現在市面上的汽車的輔助駕駛 大部分都是選擇這種大彎都沒辦法 都沒買過 除了像特斯拉這一種 好像交流到這種 比較接近這種 七八九十度的大彎 對 就很少汽車評還可以 那但是它的容忍度 我是覺得有點低到太低 它連那個62快速道路那種 小彎耶 對小彎 就是 它順彎就可以 腳大速度快 它也不行 它不會自動減速的過彎 不會 不會不會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你 假設說我現在過這個左彎 它就壓到右邊的線 壓到車道邊一啟動 它就幫你自動駕駛關掉 哇 被放聲耶 有點可怕 它就可能只維持跟車 但是就不維持車道這樣 我們看它的儀表板 7吋儀表板 小巧玲瓏 中控電腦 10.25吋 這裡 下 上 後 前 調整完 適當高度鎖住 這沒問題 它的大燈在這裡 切過來是AUTO 有沒有 自動大燈 遠光燈 近光燈 這邊寫 它配備的是D-SHOP的方向盤 雙扶方向盤 喇叭也觸感不錯 這裡有一些控制鈕 然後 有沒有聽到 車子過的時候 它會有警告 如果你開門 旁邊有車子過 它會有警告音 這對上下車來講 是很安全的 再來它的 A-DAS 自動更車 在這裡 按鈕在這 語音控制 再來這是快捷鍵 兩個新號快捷鍵 撥打電話 功能選單 接下來呢 優良駕駛就帶各位開這台 MG4 X-Power 去錄音 走吧 現在是Normal模式 不管你怎麼猜 它就是表現不出3.8秒的失意 因為它要把它切成Sport模式 才會有四輪驅動 那一般Normal模式的話 它是後驅 可以自動更 你看它會煞車 有沒有 它自己停了 我沒有動它 只是我們的 道路自動系統是不能用的 走掉之後呢 自動啟動耶 它自己會走耶 那台車離開我之後 它就自動往前走了 然後就跟到這一台了 後面來一台車 它自動跟上它 蠻有趣的耶 但是因為現在速限41 我們把它升級成41 所以它不會超過41 那台車就跑掉了 現在是在山路 山區道路 我們看它的 道路自動功能 它有沒有抓到我們的邊線 變灰色是沒抓到的 偵測到了 現在兩邊有 看一下 現在山區道路的狀況 有沒有 它是有 邊線是有 可是它偵測的時候 不是很穩定 所以這樣的情況 它是沒辦法使用 道路自中的 變虛線 其實它是雙黃線 完全沒法來啟動 N7這種道路它還可以啟動 只是它 沒辦法全程使用道路自中 這一種都可以 這一種都可以 現在速限30 地上寫的不算 對啊 出來了 因為太久沒有碰方法 它就可以了 你看 自己跑 好科技的感覺 它有ACC 速限可以定 上限35 看到 現在它抓出來的是 藍色的線 完全不會 它會把你放 差點嗎 我想說奇怪 可是它有抓到藍色的線 再一次 它完全沒辦法啟動 這只有速限而已 ACC 可是有看到它的方向盤 然後有亮點燈 今天我們就把S-Power開到露營區 直接搭車尾張試試 正所謂 角兔有三窟 如果測試失敗 我們還有備援方案 帶各位看一下這裡的小木屋 有沒有 一進來就有度假的Fu 拖鞋準備好了 兩張大床 超舒服 這邊還有一個小桌 在小木屋裡面是不能煮食的 然後旁邊就是浴室 這邊都有插座 旁邊也有插座 這邊有準備曲紋液 吹風機 榻榻米的座墊 山區因為 濕氣比較重 它們有冷氣 所以 有廚師功能是沒問題的 不過來這裡的話呢 自己要帶USB充電頭 它沒有USB充電設備 浴室裡面 洗髮乳 沐浴乳 有 毛巾有 但是個人清潔用品 牙刷要自己帶 好 接下來 油娘駕駛為各位簡單的開箱這一台最夯的都市小車純電千倍車 MG4 X-Power 現在這一台X-Power它有專屬色 但是呢 如果各位未來想要脫手的話 聽車友說白色跟黑色是比較討喜的 未來車價會比較好 它的車長4.2米左右 算小啊 車高跟副駕駛的身高差不多1.5米 橫的呢 寬度大概是1.8米 它比較特殊的是輪軸 前輪跟後輪的輪軸有2.7米 蠻長的喔 因為它下面有3元鋰電池 那麼這台X-Power它的續航大概在400公里左右 前後雙馬達 它的0到100加速就會 不得了啦 3.8秒 不過要在四輪傳動 Sport模式才能達成 這裡的車頭燈 LED燈 稱為零洞之眼 LED大燈 非常有時尚感跟設計感 它的方向燈是 垂直型的方向燈 它搭配的是 AGS主動式進氣格柵 可以有效降低10%的風阻 顏色是2tone 雙色的設計 雖然是黑白兩色去搭 但是呢 有一點跳的感覺 車頂整片都是黑色 看起來像是有大天窗有沒有 可是實際上沒有 它沒有大天窗 好你看這裡 這個浪板也很漂亮對不對 它也是做雙色的設計 它的輪子搭配的是 18吋鑽石型 雙色切削鋁圈 還有橙色的卡鉗 車尾這個燈也很漂亮喔 它這個是天鵝座的圖形 後面一個大的MG Logo 沒有貫穿的尾燈 但是呢 接近貫穿 平面的設計 MG Logo在中間 這個擾流板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 露空雙擾流尾翼的設計 看一下它的前引擎蓋裡面是沒有收納的 應該是風扇的聲音 補風機 這是冷氣的補風機 這是它的保險絲 小電瓶就在旁邊 前面空間都被用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行李箱 尾門 標配是沒有電動尾門的 但是呢 建議要改電動尾門 因為這個位置有點重 關沒有問題 開的時候有點重 它這裡有363公升的行李空間 這一個 站板 它可以往下折 磁吸的 有沒有 直接吸住 那 往下折之後 它就可以降下來 真的耶 變得好大喔 這一台車採用的是 KIDES的設計 它的鑰匙只要在車子上 不用啟動 它沒有啟動開關 然後鎖車 開關門 後行李箱 這座有電動後行李箱 就可以從自己遙控 要啟動的話 踩一下煞車 看到沒有 等一句logo出來 它會寫 系統已經ready 有沒有 系統一啟動 這邊是10.25吋的中控電腦 下面是實體按鈕 不過呢 比較特殊的是 它的空調只有一個 空調開關 沒有風釀的選擇耶 風釀要進來有沒有 空調這邊 然後你去調 風量 風量大小 從這邊選 溫度上下也要從這邊 它沒有雙區空調 再來它的椅子也沒有通風座椅 它只有加熱座椅 冬天很方便 實體按鈕 一個回首頁 然後這一些功能 設定 音樂播放 電話 再來 車輛的控制 原則上該有的都有 這邊還有一個大燈的開關 這裡是無線充電盤 還有車內氣氛燈 護駕駛座位這邊有一個置物箱 欸 有沒有 裡面還有小燈 還蠻貼心的 這個空間 四隻手指 放一些零嘴有沒有 小東西可以 小東西可以啊 我們看一下它中間的配置 這裡是一個 懸浮式的排檔座 它是用旋鈕的方式 倒車 D檔 N檔 好輕輕一波 P檔的話是按下去 這邊是一個充電座 但是它比較可惜的是什麼 各位看喔 手機在這裡對不對 無線充電沒問題 可是呢 如果各位 踩得比較重的時候 3.8秒0到100 這個手機會怎麼樣 會整個飛出來 因為它沒有固定 有沒有 所以這比較可惜啦 然後它的 手機連線呢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都是要接線的 它沒有走無線 所以它必須要插線 不過也不容易受干擾啦 而且手機充電 不容易過熱 懸浮排檔座的下面呢 它有置背架 然後這裡 有置物空間 雖然不深 但是很方便 這裡呢 也是它的置物空間 這裡 深度是這樣 一個手掌 深度 這個是懸浮式的中控電腦螢幕 我覺得前面這邊也很特別 它這裡整個都是 軟質的塑膠 滿有質感的 整個都是黑色系的 前檔下方喔 這裡 旁邊是喇叭 這裡是冷氣的出風口 滿有設計感的 這邊是喇叭 這裡還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A住這裡 鎖門 解鎖 四個電動窗的開關 這邊還有 自備的空間 X-POW的插板 是運動金屬插板 車內有藍色的氣氛燈 這邊是 後照鏡的調整 左 右 然後呢 調整角度 在這裡 它只有駕駛座有電動座椅 副駕駛座是手動 後面也是手動 它有360度的環節 還有倒車影像 解析度不是很高 但是呢 堪用很方便 哈哈哈哈 上面這個部分喔 這裡有音響的喇叭 然後這邊是閱讀燈 左右閱讀燈 中間按下去就是開門的時候自動亮燈 翻門的時候 自動熄掉 有沒有 這是自動開門的照明 這裡呢 還有一個太陽眼鏡自放架 後座的空間 我們看一下 坐上來 這邊非常大啦 三個拳頭有了 然後這裡還有 手機置物袋 液圖袋 液圖袋 這蠻貼心的啦 多兩個袋子 再來後面呢 它是六四分離的 底座 整個放下來上屏之後 後面行李空間會變大很多 這整個放屏之後 整個行李空間 來到1165公升 非常大喔 下面有放一些維修工具 隔板拆下來 手拿 你看 行李空間多大 喔 原來的行李空間是363公升 如果我們再把後座的椅背打平 它就有1165公升的行李空間 好 如果要 當成車床來用 我覺得要把這個 站板放上來 它才會把後座整個整屏 你看 這樣子整個整屏 還是有點斜 這個往下斜 那個往上斜 是V字型的 我們看一下後行李箱 整個整屏之後的空間 有沒有可能直接躺在裡面 如果從椅背靠背的肩膀那裡 到這裡 140公分 如果我到最前面 駕駛座的椅背到這裡 172公分 我們看一下 車內的寬度 比背寬度到這裡 116公分 不到120 高度73公分 74公分 不能再多了 看起來 這個鞋背的設計 不太適合 在車上 車速 所以我們後面 如果再大一個車尾站 空間大很多 但是冷氣可不可以送過來呢 我們來測試看看 副駕駛的身高 完全扣不到 哎呀 所以最好是安裝 逐梯式尾門 是時候表演 真正的技術了 它雖然沒有錄影模式 但是我們要 用它的冷氣 錄影到天亮 後面搭個車尾站 我們看它的 耗電情形 我們要把冷氣 開到最低溫 然後呢 18度 LOW 然後風量大一點 看能不能送到後面去 哇 好 現在看一下 晚上 6點57 大概是晚上7點 電力有62% 因為它沒有後座出風口 所以我們把 駕駛座跟副駕駛座的椅子 要放低 這樣 冷氣才能送到後面去 現在 前面的冷氣已經打開來 升天最低溫 我們把後面的 這個空間 做成封閉空間 不要讓冷氣漏掉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測試 裡面到底有沒有冷房效果 後座這裡剛好有一個USB插孔 Type A 我們可以接一個 USB的循環扇 把冷氣往後吹 因為這台車沒有錄影模式 所以 只能把它的 螢幕 主機螢幕 調暗一點 亮度 調這一點 只能這樣子 衣表板這裡的螢幕好像關不掉 裡面是副駕駛專屬的座位 只有副駕駛可以坐在這裡 身高剛剛好 其實這裡 椅子是可以啦 坐這裡蠻舒服的 我們看一下這裡的溫度 前面10度 11度左右 10.9 太冷了 後面20度 好涼喔 19度了 旁邊這裡 它用磁鐵把它吸住 盡量把這個縫 做到最小 它就不會漏熱縫進來 有沒有 這裡 看這邊 幾乎是全部封掉 這樣子呢 就有一個冷房的空間 非常的舒服 欸我不想回車上 這邊比較快 雖然它的車寬就1米8 可是車尾這樣搭起來 你看這麼大 1米8完全運用 剛剛好 接著天衣無風 要運動也可以 你看 來 客人 練自己的核心肌群 我們請車主進來感受一下 這個空間到底可不可以 這裡一進來就 很涼喔 不是那種 微風從 冷風從這裡來 然後熱熱的感覺 是這也冷耶 對啊 對對對 因為它是密封的啊 這也冷 來坐一下 這裡還有座椅啊 高度還蠻剛好 你看 坐這裡 還不會這種道理 這再放兩個枕頭 還可以把手機 對對對 你看你這台坐幾人 這一台我們要五個人 坐五人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睡五人沒問題 這裡可以睡小朋友 對 這種車邊站或是一些催具什麼的 就裝個車頂架 對對對 就可以就買這個 對 你剛剛進來有沒有經驗到 有經驗到 而且我跟你講它的冷氣啊 這個是我開過所有電動車裡面 冷氣是最強 很強 剛剛打才十度 十一度 溫度這麼冷 對 上一次N7是比較熱的時候 打是二十三度 對 後面二十四度 你這個今天打前面是十一度 對啊 我這三四天開下來 冷氣有時候我都開到二十八度 都還會冷 會冷啊 對 它是側風車 對對對 後八度而已 今夜又跟男人出來 睡 站一下 欸 很寬耶 好冷 下面更冷了 對 太冷了 冷氣都掉下來了 對對對 很過分喔 所以很舒服 因為MG4 S Power 它沒有露營模式 所以日行燈關不掉 現在冷氣開最冷的狀態 最低溫 我們看一下 它前面散熱風扇 到底有多少分貝的音量 我們先測一下環境音 現在 蟲鳴 現在只聽得到蟲鳴聲 55分貝 冷氣全開 散熱風扇 它的聲音 大概就是一個手臂的距離 我們來測試看 最後我們來測一下引擎蓋的溫度 35度 35度 36度 環境溫度 30度 哇 好涼啊 看一下裡面 23度 24度 15度 我們共同學習 黑遠端看 然後 目前車上的狀態 如果充電它就會知道 超多 然後冷氣 我覺得功能是不多 但是基本都算實用 喔 然後這裡比較眩的功能 是這個 掃瞄一下 好眩 很好 目前車內溫度 對我們車內溫度 是冷藏 11度 怎麼辦法做到這樣 哇 各位觀眾 現在是晚上的 11點左右 從7點到11點 4個鐘頭 從62%降到54% 大概每小時 百分之2的電力 但是它有個很大的問題啊 不管我們怎麼嘗試 因為它原來沒有錄影模式啊 所以它大概1個鐘頭左右 自動會把所有電源關閉 自動會關機 那我們試過 把石頭壓在椅子上 或者是 重複駕駛坐 下車 或者是 拿石頭壓住煞車 都沒有用 因為它踩煞車 會開機嘛 我們拿石頭壓住煞車 都沒有用 所以 後面我們決定放棄了 準備要休息了 這個 還是要等原廠 改露營模式才行 最後我們一行人決定 直接睡在露營區裡面的小木屋 真的是太幸福了 如何讓MG4在停車後 能夠持續吹冷氣呢 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 請在影片下方和我們分享喔 我是幽黏駕駛 我們路上見 掰掰